八千年前 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沐龙的形象 来表达某种宗教意识 在祭祀时将其作为上天的一部分 用以祈福或是保佑 上下数千年 龙已成为中华文化与精神的象征 传说中的龙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 然而在当今现实中有一种龙 它短暂的一生 却与火结下不解之缘 达县随于四川省东北部 大巴山南部 境内遍布低山丘陵 地形复杂 区域性气候差异大 有着特殊的亚热带山地济风气候 这里是川鱼鳄山的结合部 从春秋建制以来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习俗 人们对龙勤有独钟 达县际周边地区 遍布龙的印记 龙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更是我们大县人的象征 对不对 那么除了使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图腾 我们大县这个地方 它就是把地形根据土 地形来都可以取名字 根据山啊 龙造山啊 塔子啊 龙造塔呀 是吗 还要龙造河呀 找不到龙造 龙桥啊 是吧 它这个都是说明 达县那个这里的人 它对龙的一种 怎么说来 一种期望 如今 每年的正月十一到正月十五 在达县的石桥 东兴等象征 人们会自发地 举行烧火龙的活动 和全国各地的五龙相比 达县的烧火龙 有着令人无法想象的特别 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龙呢 晚上啊 去刷火龙 这晚上火龙啊 叫烧花 就是烧龙花 有薄花 就是石头 石头打那个火出去 有薄花 还有支花 支花筒 还有就是把那个碳月 烧火龙 弄弄弄去 头 那种碳月那种花 还有就是那个生铁水 生铁水烧火龙 打出去 那种铁水和铁水 所以那个茶名呢 非常壮观 还叫做无法实施 原来 这里舞的龙是火龙 还要用烟火和烧红的生铁来烧 这又是一种 怎样独特的舞龙方式呢 潘广恒 今年53岁 祖上十几代人都会制作火龙 制作火龙的主要原料 就是自己家后面山坡上的竹子 每年春节过后 他就要制作火龙了 一条火龙的制作 要用三四天的时间 工序复杂 砍来的竹子 要披成细细的竹条 披竹条可是个技术活 没有十几年的功夫 是不行的 披好的竹条 要加工弯曲成不同的形状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形状做不好 直接影响到龙的模样 而且 每一个西竹条 都要用细细的线绳 捆扎粘牢 这个龙的要求是 一个是要炸的很确实 因为爽 另外一个是龙头 特别讲究 这个龙头 就是首要是要加的 有威风 有龙味的样子 嘴巴要长得大大的 特别是两个眼睛 要是四色光芒的样子 技术 就是龙头上 做龙最难的部分 就是龙头 没有图纸 全靠记忆 凭借的就是 足足被被流传下来的 制作功夫 那么达县石桥 做龙烧龙的习俗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兴起的呢 在中国 每逢节日庆典 都能看到 欢腾 玄悦 振奋人心的武龙 武龙也称龙武 耍龙 闹龙灯 武龙旗语 在先秦时期 已开始流行 到汉代 依据相当规模 西汉东中书所著 《春秋繁路》记载 汉代在不同的季节 求雨 耀武不同颜色的龙 据达县制 石桥镇制介绍 公元619年 达县石桥镇 旧称柳阳县 烧火龙 在柳阳城一带流行 由此可见 石桥镇烧火龙 已有1400年左右的历史了 那么达县烧火龙 难道也是为了求雨吗 火龙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呢 龙的制作非常复杂 但是做骨架绑的绳节 就有一千多个 随着时代的变迁 达县会做火龙的师傅 不是很多了 潘广衡也是在外地工作 春节才赶回家做龙 他对祖团的记忆 充满感情与信心 就是这一家族 就要把这个龙给来做下去 所以我们就非得要把 今后那些制作物 一代代地传下去 为我们今后我们的石桥镇 就是说或者 用一个传统 用一个风水 把这个厂 就是说把我们的厂镇 用一个热露的气氛 要发扬下去 竹子骨架搭好后 要对龙头进行装饰 五颜六色的材质 装点出色彩斑斓的龙头 龙的最主要部分 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还要制作龙身 龙宝 龙宝就是通常所说的龙珠 这两部分制作相对简单些 同样是用竹子编好骨架 然后在麻布上面 画上龙铃 再用麻布将龙头 龙身连在一起 这就是最后一道工序了 那就是龙身的最后一道工序了 龙头 所以说不齐了 就是最后一道工序了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就是 他们的就是量好了过后 就能处起清水减筋 的确龙制作完成后 还要有很多仪式 才可以正式舞动 而且为了更好地举行烧火龙活动 人们还要请镇上有名望的老人 提携吉祥的语句 用来贴在制作好的排灯上 排灯就是在舞龙队前引路的方形灯笼 至此火龙全部制作完成 制作好的火龙共九节 有龙宝 龙头 龙身 龙尾四部分 龙头 龙身 龙尾 由麻布相连 长十二尺 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 威武神勇的火龙昂首挺胸 等待着与火共舞的时刻 不过 看着这竹子材质制作的火龙 实在让人无法想象 这条龙跟火有什么关系 同时我们不禁要问 石桥的百姓 为什么制作火龙 又为什么用火来烧龙呢 石桥是件汉代 千年的历史积淀 孕育了石桥镇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 特别是这条几百年的古街 更是远近闻名 游东向西的四座石牌坊 一字排开 石板路的两边 大多是老式墓制建筑 这里的人们 世代生活在这条古朴 安静的老街上 由于达县的地理及气候特点 相传顾石桥十年九旱 一年正月十五 一位外地云游的老道士 叫当地民众在各自门前 摆好香蜡纸火炮和烟花 然后来到镇旁的飘水河边 拾起法术 突然从河中窜出一根巨大的水柱 一到霞光后 半空中出现了一条巨龙 腾上天空 煞石大雨庞陀 九旱中逢甘露 从此石桥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所以为了祈求上天赐福 每当正月十一到十五 这条街上总是万人云骑 烟火飞溅热闹非凡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溢住这神奇火龙 大家认为一种传续的龙 是一种迹象之物 能祈福 保平原 保一方的风调一顺 鬼台名言 人民是竟然 火 它是一种激励的 一种象征 是一种情绪的 一种思法 那么就跟那个龙结合在一起 就跟那个表现中 龙腾腹的那样 一种精神风貌 原来人为用火烧龙 是对龙的尊敬与败祭 在祈求风调雨顺的同时 带给人们节日的喜庆 和愉快的心情 不仅如此 我们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还发现了烧火龙的 另一个神奇的功效 在达县 每年烧火龙的这几天 都是一年最热闹的时候 很多人提前几天 从远道而来 大家做好准备 期盼着激动人心的一刻 明天要放花 你用什么样的心情 那我就高兴了 就喜欢了 为什么呢 越烧就越劲了 越烧越发财了 生也新浓 保平稳 有点病者 那如果不烧呢 不烧 之前的房子就不好生 那个木房 因为烧房子 由于那个玩意四处 您好 你喜欢 你喜欢放龙花吗 喜欢 为什么呀 很 很 你怕不怕 不怕 为了放花 做了什么准备呀 首先我们就是 把花做好 做好 把花做好 什么样的花呢 就是这个 哦 这个就是花呀 这个就是花 哦 很甜的 这个威力大不大 威力相当大 为了烧火龙 家家户户 居然准备了 用石头制作的烟花 恐怕很多人 都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石头怎么能做成烟花呢 这个石头 名叫花波 可以多年反复使用 别看工艺简单 制作花波 可是很有讲究的 石头必须是 当地的炮扎石 加工成型后 要用火烘干 石头必须从底到外 全部烘干 否则就会有很大的危险 这个花瓣 石花瓣 它主要是一步烤 必须烤干 如果是有水根在里面 它就产生爆炸 烤干的锅 一般就安全就做到了 就不存在爆炸 石头烘干后 再在花瓣里 加上用硫磺 木炭 销黄 铁蟹等原料 配成的火药 铁蟹要经过细细研磨 其他原材料 要经过精心的筛选 保证不能有 块状物的存在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几种原料的 比例配备 必须做到精准 这样才会在 燃放时 产生好的效果 这需要多年的经验 烟火师傅大多是 世代相传 从事这个职业 将几种原料 调配好的火药 放在花瓣的孔洞中 用黄土密封好 插上引信 石头烟花 就算制作完成了 除了石头花 人们还准备了 普通的纸质烟花 您能想象得出 这些烟花 能燃放出 什么样的效果吗 接下来的神秘仪式 又是怎样的呢 每年农历正月十一下午 烧火龙之前 邀请当地有声望的老人 前去主持 点睛开光仪式 今天为我来点击 一点左眼防光明 一点右眼右前程 保障石桥人民 世代平安 无故长城 好 我早上拿的黄伯 只要有少拿的一个行 我在青龙来开光 我想开光啊 开阳光 我开了阳光 开四方 阳光开了就开左光 左光左光 左塔四方 开了左光 开高刚 高刚高刚 往远大海 各走一方 青龙青龙青龙 到此地 永化富贵 往往呀 往往呀 所以通过 这个开光 我点击 他做这个仪式以后呢 这个龙的声 就想起来的 复生了 这个开光 点击以后啊 就是有个仪式 就是七岁 开光 点击仪式过后 人们敲锣打鼓 追着索呐 把龙抬到河边 在这里点起香烛 燃起爆炸 热热闹闹的 为龙禽水 这独特的禽水仪式 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我们本身是深的水里门的 是吧 这个清水的 跟仪式 做的 这龙的心啊 就提别这个火药了 所以他通过 这个 这个 这个开光 点击清水 四龙的 身 心 都局变了 是吧 所以老板 就是跟四条 蒸蒸蒸蒸蒸 清水仪式过后 烧火龙前的准备工作 就告一段落 大家争献恐后的去吃 象征减灾保平安的龙稀饭 从每个人的眼中 我们看到了 他们对火龙的期盼 此时 威武的火龙在一旁 等待着飞武的时刻 正月十一傍晚 镇上热闹起来 人们期待已久的 烧火龙 就要开始了 如果说 石头烟花 比较安全的话 烧铁水和碳源 就让人开始感觉到了 烧子的寒意 与炽热 师傅您好 您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做火炉 然后炭火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黑黑的圆球 这是炭圆 炭圆 炭圆 用什么做的呢 这火石 还有什么 九米 下花了 你投 投下来就是炭花 这个黑黑的 能出现什么样的花呀 这火的 别看着用火石 木炭 姜米做的炭圆 其貌不扬 燃放时候的美丽 绝对会令人着迷 比炭圆更火热的 就是烧铁水 这个火热的铁桶 就是烧铁水的高炉 制作铁水的原料 就是焦炭和生铁 生铁先要加热到 摄氏一千多度 才会融化 铁化成了水 这又怎样燃放呢 铁水会出现 什么样的神奇光亮 那铁水一会从哪里流出来啊 铁水没了 哦 那你然后用这个呢 这是什么工具呢 这个咬嘛 这个咬 咬去就把你打 这个打出现 用这个打 这么出现 他们咬 那会不会烫到人啊 不会 这个不烫人 这为什么探不到人呢 因为他那个都是 一般我的身上他都掉了 铁水打下空中有什么意义 我们铁水越多 我们现在越花财呀 真的 风风火火的 铁水融化燃光 好像漫天的星星 落在了地上 火红的炭源也发出了迷人的光感 月亮升上了天空 为了寒冷冬夜火热的火龙 成千上万的人们 从远方赶来聚集在一起 火龙将要展现他最璀碳的飞翼 五龙的人都是镇上的年轻小伙子 每条五龙队由十人组成 搅穿草鞋 头戴龙帽 赤膊上镇 出发前都要泼水净身 冬天凉水泼在身上面不改色 接下来在烟花火海中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令人震撼的烧火龙 即将上演 随着第一只烟花开始点灾 炽热的铁水从天而降 伴随着锣鼓声沿街高靠 火龙开始出发 沿着古镇的石板木 蜿蜒翻腾 长千上万的当地百姓和慕名而来的游客 用烟花尽情地对神龙进行燃放 安静的骨街顿时沸腾起来 人们兴高采烈 现场烟火飞烫 武龙的年轻人在火光高温中 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勇敢 强悍令人佩服 虽然出发前身上泼了凉水 但是几天火龙耍下来 汉子们浑身还是被烧满芝麻大小的伤疤 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有如此勇气 能够如此勇敢地赴汤蹈火呢 任凭着猛烈的烟火 喷射到自己身上 难道他们真的不怕烫吗 你头肌上烧的东西冻啊 没关系 这为了我们思想 那你会不会烧伤呢 烧伤也没关系啊 你不怕疼吗 不怕疼 虽然伤疤很小 很快就能愈合不留痕迹 但是烟火烧的感觉还是非常刺痛 可见五火龙的确需要很大勇气 五龙人没有超出常人的毅力 是绝对不幸的 在达县每年五龙的时候 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地暴命参加 唯恐这盛大的烧火龙兵物中 没有自己的身体 刷龙的人他也永远参加 他觉得我去参与了这个活动 一时一时又表现自己的那种机会 是说如果还体现了我自己一种勇敢的精神 对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 我去通过烧龙我去刷了龙 还会把我和我家人的一些不好的因素带起来走了 成千上万这烟花同时变燃 人们将烟花射向龙与五龙的人 现场烟雾堂堂 空气中移动着烟火的更大 年复一年 这热情 这烟火延续了千年 不过这烟火燃放出来的能烟 会不会给人带来伤害呢 十一到十五的晚上 天上烧龙 空气密漫的到处 他和哥哥都没有那个硫磺味 所以就实际上是一种大面积消毒 所以这样消毒以后 刷了死掉的人 就没得病毒灾 也无其没得瘟疫了 原来烧火龙另一个神奇的功效 就是利用硫磺进行消毒 这烟雾不但没有毒 反而有益 也许这也是男女老少 踊跃参与的原因之一吧 这么热烈的场面 我们平时真的很少见到 也只有真正参与其中 才会体验到这种神奇 与石桥古镇不同 东兴火龙表演场地宽厚 五龙石的动作千变万发 有翻江倒海 九龙放胜 星云降低等 藤翻扑飞滚油 一朝一世变幻莫测 最有特点的就是这炭圆 烧红的炭圆放在笼中被高高地举过头顶 散发的迷人光亮 犹如火的雨 光的布 扑朔迷离 加上烟花 铁水 应趁着火龙 起立辉煌 光彩夺目 每年 达县五火龙 不但能给当地带来好运 消除灾祸与瘟疫 给百姓带来快乐 也能使五龙的人更加勇敢 特别是通过五龙 可以振奋人们的精神 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大洲人 传动人的一种好情 一种激情 或者一种乌龙这种激情 它是拥护在一起的 它体现了一种精神 一种就振奋人心的 就顾问民众情绪的 这样一种的作用 就这样 火龙在达县 舞动了千年 每年的初一到十五 是老百姓火热的狂欢节 人们追逐着吉祥的火龙 所有的人沉浸在 龙雨烟花的欢乐海洋 与前几天不同 正月十五的晚上 人们一直将龙捂出乡镇 捂到河边 手中的烟花更加忙碟 因为所有的烟花 都要在这一刻全部燃放完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全镇的百姓 在举办清水仪式的河边 再次联起乡厨 对天祷告 接下来刚才威武翻腾的火龙 被大蟹八块堆在一边 完全没有了威风 这是要做什么呢 原来是把火龙点燃焚烧 这就是火龙的最终命运 为什么最后要把精心制作的龙烧掉 火龙结束了 把火龙烧掉 就是保有了民众一样的龙 就回到天上 它是个神 那么希望就来年当中 这个龙继续保护我们 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实中的人们通常用烧的办法 与神话世界进行思想与物质的沟通 火龙回到了最初情水降临的河边 随着烈焰飞腾 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在熊熊火光中飞向神话的世界 于是来年人们生活红红火火 幸福如意 火光映照着勤劳质苦的脸庞 明年的春天 吉祥的火龙将再次降临人间 一句话改变一个周庄人的命运 他说省庆备亚以恐腐 一个不要钱的规划 拯救了千年古镇 是护照的历史医生 一位古镇画家靠卖鞋为生 这个呢比较上我好出手一点 请收看周庄系列之 行走中的千年古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